吃过很多苦的人,身上有这几种特征,很明显,装不出来,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,生活的苦,让懦弱的人望而却步,最后被淘汰出局,也让坚强的人备受煎熬,最后是涅槃重生,在苦难来临的时候,熬不过,出局,熬过去,赢了,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苦,都逃不过,只是苦难多与少的区别而已, 爱情的苦,来源相见恨晚,有缘无分,却天天思念,亲情的苦,多半是为了生活奔波不息,骨肉分离,工作的苦,都是付出太多,得到太少,友情的苦,往往是因为人心太狡猾,常常被欺骗,吃得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,一个人苦受多了,会有以下几个不一样的特点,学习有价值的国学,什么时候都不晚,欢迎订阅肖默国学,独立自主, 专心做自己的事,一个人吃过苦,才会明白独立的重要性,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,让自己快速的独立,并且会持之以恒的努力提升自己,让自己有能力应对生活未知的苦难和风雨,在现实生活中,从小被父母养在蜜罐中的孩子,很难意识到独立对于自己人生的重要性,因为他们无需掌握生存技能, 就能过上优渥的生活,一个真正经历过苦难的人,内心会深深地记住那种无助的感觉,不会再将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,他们明白自己才是最牢固的靠山,俗话说,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,正是因为从小吃尽了生活的苦,所以早早地就养成了独立自主的性格,不会将时间和精力浪费在玩乐之上, 只会为了自己的目标拼尽全力地努力,一个吃过大苦的人,往往看得透现实生活的残酷,也抓得住自己生活的重心,能够专心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,将自己培养成一个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。 谨言慎行,不轻易与人交心,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,那些吃过大苦的人,往往不会轻易与人交心,这种人不会冲动地将自己内心的想法全盘拖出, 而是会谨言慎行,有分寸地对待周围的人,正是因为他们经历过低谷期,深刻地感受过世人的冷眼旁观,所以不会轻易将真心交付给任何一个人,这种人看似非常高冷,让人难以接近,甚至会被人误解为装模作样,实则是因为他们经历了太多苦难,所以养成了谨言慎行,谨小慎微的习惯,俗话说得好,未经他人苦。 默劝他人善,我们没有感同身受过他人的苦难,也就无权批评他人的处事态度,比起指责他人的言行举止,多一份尊重和理解,才是智慧的相处之道。 宠辱不惊,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,生活中没有经历苦恼的孩子,才会将情绪全摆在脸上,坦然地向外界展示自己的喜怒哀乐。 一个经受过苦难洗礼的人,不会轻易将自己的情绪外露,而是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,不会一时冲动地做出让自己后悔的选择,正是他们因为吃过苦,才会越发珍惜现在所拥有的生活。 也正是因为他们吃过苦,所以才更懂得情绪稳定的重要性,这同时也是一个人心性成熟的象征,人生难免起起落落,一个人如果能够承受苦难带来的痛苦,也就能够从容接受生活带来的奖励,可以宠辱不惊地应对人生,不卑不亢地待人接物,无需别人懂自己,也不和别人说太多,吃过很多苦的人。 他们在低谷的时候,都是自己一个人扛过来的,也没有人陪自己说话,也没有人关心和问候,所以他们熬过了所有的苦后,其实心里最明白,这世界上没有感同身受。 别人不懂没关系,自己也无需去解释太多,很多时候,他们都是自己默默做事,哪怕别人说他有点愣,其实他的心里比谁都清楚。 人这辈子,懂你的人,自然会懂,不懂你的人,怎么也看不明白你的用意,吃过苦的人,他们会形成一种性格特征,不随便评价别人,也不随便讨论别人,因为他们知道,被人误会的滋味不好受,被人议论的滋味也不好受,所以,吃过很多苦的人,他们熬过来了,就想过好自己的生活,至于别人理不理解,懂不懂自己,一点都无所谓。 不喜欢和别人走得太近,看起来不太合群,你会发现身边其实有一种人,他们喜欢独来独往,不太爱凑热闹,也不喜欢跟别人走得太近,这样的人,往往会被人定义为不合群,如果你仔细去了解,你会发现,其实他们往往是吃过了很多苦的人,也正是因为吃的苦多了,所以,在性格上,会更加理智一些,吃过大苦的人,不是排斥与人打交道,而是觉得自己不感兴趣的,就不必去浪费时间。 往人群中凑,他们独来独往,干着自己的事情,看起来有些沉默,但是外冷内热的,只要你有需求的时候,他们会热情帮助你的,因为自己吃过了苦,虽然有些话不知道如何表达,也不爱表达,但是确实干实事的人,你去请教他们,也会耐心教你,吃过很多苦的人,他们往往会跟自己熟悉的人往来多一些,其他无用的社交,他们会拒绝多一点。 不想浪费自己的时间,如果你是主动去找他们,他们是不会拒绝你的,但是他们很少会主动接近你,当你知道了他们的故事之后,你的心里可能就会多一点敬佩,学习有价值的国学。 什么时候都不晚,欢迎订阅肖默国学,默默干事,努力攒钱,身边有些人,他们省吃俭用,也不太爱花钱,发工资了,就攒起来,钱总是要花在刀刃上。 有时候你叫他们一起出去聚散,他们往往是不去的,你叫他们出去逛街,他们也不会跟你去,就算是他们要买东西,也会自己到一些便宜的市场中去挑,而不是跟你一起去逛大商场,因为在他们看来,自己吃了那么多苦,终于熬出头了,但是以前的习惯是难以改变的,他们知道钱来之不易,所以更要懂得存钱。 而自己的穿着,可以普通一点,也无所谓,吃饭简单一点就是幸福,收敛了自己的脾气,一个有脾气的人,是直性子,是帅真的,但是有脾气的人,得罪人,并且过后自己也难受,你总是生气,是世上最傻的人。 气坏了身体,气没了好心情,不值得,没必要,因此受苦多的人,从爱发脾气,到没有脾气,是一种睿智的转变,爱发脾气,其实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, 还让心情变得糟糕,人际关系也不融洽,当一个人没什么脾气的时候,就心情变得平稳了,知道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了。 而不是大发雷霆,学会了心狠,对一个人太好,确实是一种错误,爱情导师徒蕾说,爱人七分足矣,剩下三分爱自己,一个受苦太多的人,心灵上的伤疤就慢慢变成了老简,虽然不能铜墙铁壁一样坚硬,但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,一颗心的温暖的有限的, 当你义无反顾去爱一个人的时候,把所有的温暖送给别人了,自己就会心寒,手冷了,可以污热,但是心寒了,靠什么暖? 谁来暖?有时候,做一个冷漠的人,铁石心肠,没什么大不了。 好好活着,为自己活着,才是道理,自己都已经很苦了,何苦去因为谁,总是委屈自己,喜欢独处,但不寂寞,真正的强者都喜欢独来独往。 没有什么朋友,不真心的人,交朋友,天天吃吃喝喝时浪费时间,真心的人,不多,有那么几个就够了,一个受苦多的人,就懂得了取舍,吃一欠,长一智,总不能在一些破事上,一次次跌倒。 另外,越人多的地方,越热闹,越复杂,越难以寻找摆脱困境的出口,而保持独处的状态,是理清思路,学会一个人默默走下去。 即便苦一点,也能明镜致远,佛说,人生有八苦,即是,生苦,老苦,病苦,死苦,爱别离苦,愿增会苦,求不得苦,无因赤胜苦,胜老病死是人生常态,感情分分合合,是原深原浅,友情聚聚散散,是距离的变化,人生一路走下去,没有谁可以一帆风顺,也没有人陪伴谁,一生一世不分离,总要学会一个人走,做一个内心强大的人,苦一点,没关系。 熬过去就是精彩,珍惜生活,受过穷的人,知道钱财的重要,生过病的人,懂得健康的珍贵,吃过大苦的人,最明白生活的美好。 几乎所有从低谷中走出来的人,身上都已经没了傲气,因为已经见识过世事无常,所以更加虔诚,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平静,人越年长,越不爱折腾,一方面是性格的改变,另一方面是看透了人生,相比冒险,取博大富大贵,很显然安定平稳, 对他们而言更有吸引力,苦难是对一个人最好的历练,只有吃过大苦的人,才能真正理解普通生活的甜,那些珍惜生活的人,虽然看起来唯唯诺诺,小心翼翼,事实上,守住这样的安稳才是,一个人真正的大智慧,与人为善。 有一个事情,我们必须明白,你身边那个善解人意的人,并非天生如此,多半是由于自己曾经淋过雨,所以才在阴雨天,总想为别人撑一把伞,同情的基础,是感同身受,一个人如果不能理解别人的痛苦,无论如何,也做不到感同身受。 所以,那些能够注意到别人的小沮丧,照顾到他人小情绪的人,多半曾经受过类似的委屈,吃过大苦的人,能更深刻地理解到良言一句三冬暖,恶语伤人六月寒的深意,所以他们,在与人相处的时候,能够做到未知全貌。 不予置凭,更能在别人犯错之后,选择包容,而不是大发雷霆,要知道,一个人,承受的委屈越多,便越善解人意。